接下來就要上重點 接下來就要上重點叫做 莫 之前跟你講過了 國中的化學計算就是要算莫跟莫濃度 算莫濃度還是需要知道 莫 所以莫很重要 莫就是一個算數目的單位 就跟一打十二個的意思是一樣的 十二個叫一打 打就是個算數目單位 莫也是算數目單位 算多大的數目這麼大 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 因為原子非常小顆 隨便抓一把都非常的多 用所謂個十百千萬一十一兆 來算都非常的不足不夠 所以科學家就創造一個神奇的單位叫做莫 這個單位有多大 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 這個數字為了紀念雅伯家爵大哥 把它叫做亞伯家爵常數或者是亞伯家爵數 那就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 只叫做莫 以莫就這麼多個 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個 這個非常非常的大 多大 假設一秒鐘你可以從一數到一百 假設一分鐘有一百秒 一天一小時有一百分鐘 一天一天有一百個小時 一年有一千天 這樣這麼這麼誇張又在誇張的情況之下 你一年可以數到十的十一次方 然後要數到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 需要六乘以十的十二次方米 這大概叫做六兆米 宇宙誕生到現在最誇張的數字叫做一百五十一年 一百五十一年 你數六兆 用這麼誇張你要數六兆米 可是宇宙到現在才一百五十一年 所以表示你絕對數不完 絕對數不完 所以我們不是真的用數的 墨是一個技術單位 可是你不可能真的去跟我數 數不完 要有別的方法 待會兒告訴你用什麼方法 假設一百萬高遠遠幣 相當於台幣一分錢 也就是一億高遠遠幣等於新台幣 一塊一塊 這麼貶值 這麼不值錢的錢 這麼貶值這麼不值錢的錢 假如我有一墨 假如我有一墨高遠幣 那我就值新台幣六千兆 我仍然是世界首富 我仍然是世界首富 你就知道它多大 這麼貶值這麼不值錢的錢 唯有一墨我還是世界首富 這個是同學說的 同學說 我仍然是大老師講 講說我如果我有一墨的錢 花過完怎麼辦 燒掉 燒掉 我說這個老師太瞧不起 什麼叫做一墨 假如我 假如我一墨 新台幣千元大超一墨 100張10萬塊錢 一墨的厚度不一定 因為星球怎麼會不一樣 我們要算薄一點就好 很薄 0.5公分 只有0.5公分 然後新台幣紙幣的面積是1.6乘7公分 所以一墨呢 要需要6乘10的18次方點 18次方這麼多的10萬塊 才有一墨的錢 台灣面積36000平方公里 大概是3.6乘10四次方平方公分 你的星台幣面積是大概11.2嘛 所以算出來你需要有3.2乘10的13次方 底下要有這麼多 這麼多 要出這麼多 這麼多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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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疊呢是10的5次方 好 一疊有10的5次方 所以蕭蕭要這麼多疊 10的5次方 算出來你總共需要這麼高 要疊到這麼高 1.8 1.875乘10的5次方這麼高 1疊0.5公分對不對 什麼啊 小小的大概900多公尺 也就是你把一墨的新台幣 7人大超突滿台灣要高900公尺 請問你你燒得完嗎 你燒得完嗎 不要說一個起火點 你就要1萬個起火點 大概都燒不完吧 900公尺高 然後疼台灣公尺高 所以我說那個老師啊 燒光 他實在看太膚起什麼叫做 一墨 看太膚起什麼叫一墨 所以要告訴你說 哇 那好大 好大 好大 因為原子好小 好小 好小 隨便抓就一大堆 所以用什麼易照來算都太少了 所以要用偉大的數字叫做 6乘10的23之方 所以我說你燒不完 OK 好來 剛才說你數不完啊 那有什麼方法做呢 問了這個奇怪的數字 是科學家做了一個投機去找的方法 他就說嘛 他就說 一個東西的質量 就剛好等於它的原子量的時候 或者分子量的時候 這麼多就叫做一墨 碳多少 十二對不對 碳是十二對不對 那就十二顆的碳 這裡面的碳有比較多多少 一墨 這樣表示我可以不要數 我用什麼 用秤子對不對 十二顆的碳就是一墨 那兩墨呢 就二十四顆嘛 因為秤才好 用秤就知道對不對 你不用手用秤 所以就是一個重點 一墨的原子 它的克數 恰好就等於它的原子量 或者是分子量 那就是我們未來 就是我們未來的算法 所以一墨那幾顆 二十三顆 為什麼要用到二十三顆 因為那原子量是二十三 一墨流酸幾顆 九十八顆 為什麼 因為流酸的分子量是九十八 所以一墨爾東東的質量 就等於它的原子量 或者是分子量 所以我要知道它有沒有一墨爾 不是用數的 是用什麼 秤 秤重量我們就會曉得了 就是要跟各位簡單的 告訴各位墨爾的觀念 OK嗎 OK